开箱号称世界上最硬的金属 据说连子弹都伤害不了它 真的有这么硬吗 先看视频 子弹射到它 瞬间撞成铁片 裂压机遇到它 可怜的底座被压出凹槽 研磨机碰到它 差点报废 它就是被称为地表最硬的金属 乌 号称世界上最硬的金属 乌 买来了啊 我买了一个两厘米建方的大小 居然花了我两百块钱 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贵啊 开箱 就这么大一块 这东西还真不便宜啊 都打不坏的啊 不知道这个屋能不能被吸点 是吸起来的 咱们试一下啊 吸不起来 那么今天我就看一看这个屋 是不是真的怎么弄都弄不坏的 先拿老鼓钱试一下啊 走 走 哇 哇我们看一下 哇许 一点印都没有啊 这些东西看来挺硬啊 接下来上板砖啊 看看板砖怎么给劈坏啊 哇许 哇 哇操 哇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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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嘛 板砖都碎了 啥事没有啊兄弟们 这么硬啊 大铁锤啊 我就不信了啊 一二三 哇 哇 炸 这是啥情况行的 这也不行啊 这砸了几下锤子直接干 锤子直接给它干两半了 这也太令我失望了 子弹都打不破的东西 被我用锤子直接敲点两半了 本来以为如果我弄不碎的话 我最后就会上这个东西 这个是固定器啊 可以看啊 这个是它的钉子 有谁知道这个地方装的是什么吗 反正威力特别大 这个东西带都带了 我给你们见识见识它的威力吧 这是一个水泥墩啊 咱们来啊 一二三 可以看啊 这个钉子直接干进那个水泥墩里了啊 如果刚才那个屋没有碎 用它也肯定能干碎 然后你能放在这一边 上我们再为人的水泥墩 我也要多用了 用不再会